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现在已经变成尊重老人的节日了 今天给大家利用十几分钟 给大家讲一点白化佛法 实际上我们 要改变人生 首先第一步 我们分成好几步走 第一步 改变人生的第一步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改变心态是第一步 如果你的心态是正能量的心态 那你的世界 内心世界是会非常的光明 非常的光明 这个改变人生要有毅力 要精进努力 精进努力 改变要有毅力 还有呢 就要能够放下自己的功高我慢 然后呢 要懂得生活当中 要明白 这个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遇到一些挫折 那么当你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 仔细回想一下 你所遇到的 这是一点小挫折 跟你所有的人生比起来 那你还是会感到 这个生活是比较美好的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惜福了 因为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 没有这么一帆风顺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是不是我没有惜福 因为你没有珍惜 而周围的友情 感情 那你就不会一帆风顺了 因为你总是为自己活着 而能够一帆风顺的人 都是为别人活着的 我们碰到大大小小的坎坷 有时候碰到收获 思想不够成熟 不够冷静 就会在这个经历的一些 坎坎坎坷的 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 缺少的冷静的 这个寂静的那种思考 然后呢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 这个幼稚 所以学佛呢 就是让我们呢 每个人都体会到 我们的心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 我们的这个感情 也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 所以珍惜每一份情感 珍惜每一份友情 这个要懂得人活着 就注定了这辈子的烦恼 和奔波 繁忙 劳累 尤其是在我们人生当中 太多的选择 和无数的这个十字路口 这些太多的背后啊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在心在承受的时候 要学会沉淀 就像一杯水一样 刚刚倒给你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的水质都在上面 放一会儿 它就沉淀下去了 沉淀下去 最后的水质会变成什么 就是干净 所以我们学佛人 拥有的 这个干净的心灵 纯洁的心灵 你会碰到 不管碰到什么选择的时候 你会得到无形的 一种 一种 我们说一种 帮助 而这种帮助 可能就是在你平时 不知不觉当中的 不失和珍惜 拥有的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人想不通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觉得 人会苦一辈子 当你想通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 苦 也就是苦一阵子 许多人 不学佛 逃避苦 想逃避苦 结果却苦了一辈子 许多人 懂得吃苦 懂得奉献 却享受了一辈子 所以人生的历程当中 幸福生活 靠的是你的心 来解脱 自我修养 和自律 和守戒 所以对学佛人来讲 勤奋 精进 努力 你一定 会 让你变得 越来越善良 变得越来越 有正能量 谁都有失忆的时候 怎么样看待失忆 看待失败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平衡心 很多人碰到了困难了 觉得没希望了 而很多人碰到困难了 觉得我花钱 花学费 学到了经验 所以你的人生态度 决定了一切 很多人就是经不起 人生的诱惑 所以他每天都在 无形的 让自己追求那些 可怕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 要想 让自己变得富有 你要面对挫折 要肯相信自己 要不断地付出 所以希望大家要 很好地 来改变自己 佛菩萨说 人生 就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有人生 才会有正能量的出现 因为一个人 只有进步 你才不会被自己的 负面的心灵当中的不好的因素 不会被他所阻挡 所以成功的人 永远不会怕挫折 不怕曲折 不怕挫折 他们一直充满着希望 所以很多时候 不快乐 并不是因为快乐的 条件没有具备 其实是因为我们活的 把自己活得太复杂了 想要自己快乐 就活得简单一点 很多人整天跟人家争 跟人家吵 跟人家斗 所以停下来 等一等自己 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一点 让自己感觉到 我已经得到更多了 我不需要 得到更多更多 所以 慢慢地在改变自己的心态 只要你想改变人生 你就改变心态 改变了心态 这个世界对你来讲 就是变得越来越光明 我们人生有的事情 看上去比灯天还难 但是有时候 轻而易举地做到 其实 就是差别在于 你的信念 很多人有信念 他就能战胜磨难 还有很多人 没有信念 整天觉得 天塌下来 希望找一个 比你高的人 替你扛着 但是塌下来的时候 太长说 各高的人 不能弯腰吗 等到他一弯腰 这不是还 砸在你的身上吗 所以 真正能够顶住 自己的磨难的人 还是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 生命真正的意义 不是逃避 而是 要有一个解决 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要懂得一句话 人活着 就是解决困难来的 因为这个人间 就是困难重重 生命 要把它 变得清凉一点 简单一点 有时候 生命就是一杯清茶 也是一种品味 一种经历 所以 学佛之后 才懂得 真正的成功 不在于成就的大小 而是在于 你是不是 依靠自己 走出 属于自己的道路 所以去看看成功的人 不要以为 别人都是 侥幸 每一个人 都是努力得来的 他们播种着 那种幸福 种子 他们收获的是 幸福的果子 很多人整天在 播种着 那些 恶的种子 最后等到他们 最后得到的是 恶的 这个 这个果实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任何的人 没有理由 在人间成为 虚伪的懦夫 有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 一种懦弱 会显得你非常的 心中 苍白 没有力量 这个 找到最好的 佛学方法 坚强 自己的人生 你才会 成功 把握 人生 让自己 能够借甲修真 懂得珍惜 才会 拥有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 这个我们的白话 佛法就到这里 结束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 节目再见 感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